在自博8个区线里面 排名中游的支川区什么模样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往这往这个远处看看 这个支川区也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好像现在大概是200米的高度 好像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周边 我们环视下四周看看 在这边不知道看不看到张电区那边 等一下我们上个500 看能不能忘到张电区那边 最高的那个楼 汇津大厦已经建成的 应该是187级米 但是后来也有新建那个高楼 准备建200多米了 好像框架已经搭好了 感受一下 整个支川区这边感觉还是很移居的 就是这种低层比较多 我感觉住的还更舒服一下 至少看着没那么压抑 这边有几栋这个高楼 你看它 高层小区好像就两个 三四个吧 这边大面积了 这边一个是最大的 这个可能也是他们最贵的 那边好像还有别墅 这个里面 大部分人住的还是这种低下一些的房子 应该是主要成见的都是 我也是在2020年 就是刚进入21世纪的那个模样 毕竟这一个整个区域里面 也就60多万人 也住不了那么多的房子 再往这边看一下 这边那边还有一片有这个高层住在楼 这就是所有的高层住在楼 再往回望这边就没有多少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边 这边属于一边的这个最边缘的城区的 这往外围都是这个群山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张电区在哪个方向 张电区自博市区在这个相反的方向 我们这一个转过来 这个方向就是往那一个主神区 自博区张电区那边 主神区那边去的方向 一码平穿的 不知道忘不忘了 我们上个500看一看 现在是231 也可以俯瞰上500看看整个这个直穿区的模样 我们一边往上面飞 一边往回飞 就可以看到整个区的模样 这也是为什么要在这个稍微便宜点的地方 看274 已经上300了 感受一下 我估计是忘不到 因为往前面还是白满满的一片 今天已经算是可见度 能见度比较高了 但是因为隔得太远了 351了 351了 366 哇 已经上这个380了 感受一下 我天哪 我们一边上一边往四周环式 最后再环式回来 408 感受一下整个这个 资专区 感受一下整个资专区的风貌 3 400 30 440 445 456 虽然有好多海生正在新建当中 472 483 这边好像还有群山 已经到这个500了 然后再这个转过来 还是非常大的 想一眼望出来是不可能的 只能这个转着看一圈 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一个直串区 这边就是往逐城区那边 张电区 好像看不到 已经上500了 放大点 再放大点 那边 隐隐隐隐 好像看着有些高楼 可能是张电区那边 隔得太远了 太远了